加州在2016年 有800多条新法上路 其中皇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 关系密切的劳工法 包括最低的十薪十美元 还有两薪的薪资平权等等 有重大的改变 企业雇主不能不知 今天马拉下午茶的 郑博人法律讲堂 就要为观众深入了解 我们非常欢迎知名的 商业法劳工法律师 郑博人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郑博人律师您好 您好 那其实2016年 确实有很多新的法案上路 那当然也有一些 其实已经不是新法了 但是在2016年才开始 看到一些比较确实的执行 但你目前来看 像比方说最低薪资 提高到十美元好了 就您来看 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华人的雇主 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因为很多的雇主 他们觉得说如果付月薪给您 那我就不需要给您超时 不需要给您吃饭休息时间 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 如果对方是经理职位以上 然后经理职位的工作的内容 还是他有一个执照 像是律师会计师 最低工资乘以二 包括他的经理职位 还是有执照职位以上的 你就不需要付他超时 你不需要付他加班费 不需要给他吃饭休息时间 两年以前我们才八块多 那是2733块三毛三 好的 最后又一年又调了 变成3150块 现在变成3400块 最低工资乘以二 变成说很多的雇主 他们还是在2733块 那他就觉得这样 他其实home free 他没有问题 and that's a huge problem 因为有的雇主 他们会觉得我打到这个工资 我就不需要付加班费 这是错的 是工资包括工作的内容 还有工作性质 还有你的职位 你记得15年前 10年前的时候 我们到银行 每一个人都是vice president 其实收钱的人 也是vice president 他们那时候的原因 为什么银行是这样子做 他们觉得 如果我付你最低工资乘以二 然后我给你一个 职位的这个名字而已 那你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需要付你加班费 全部的银行都被搞了 所以他们现在的话 他们分配好 就分配每一个人 就拿钱的人 不是一个vice president 真正的vice president 就是vice president 所以我们要让很多的雇主 包括雇员知道说 如果今天最基本 你没有最低工资乘以二 还有你没有经理职位 以上的title 职位的话 工作的内容 那不管怎么样子 他付您多少钱 您就是有这个加班 有加班费 有一些薪资的这个补贴 所以就是说 不是只有薪水 要到达标准以上 然后你这个职务的内容 也是要有 所以这个老板 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 否则的话 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官司诉讼 那我知道您刚刚也告诉我 就是说 有时候一些新法上路的时候 刚开始大家觉得 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是通常有问题的话 是一年以后 你才会发生的 对不对 因为2014年 2015年 我们有很多的 劳工法律条文出来 可是我们没有白老鼠 我们没有案子 没有例子 可是我觉得在2016年 会发生了很多 For example 这个1099跟W2 很多的雇主 他们会觉得 那我不要付税 好 我一个月 我就付你2000块现金 法律上在2014年 到2015年改变了 如果你有恶意的意图 去把一个正式的员工 变成一个临时工 不单是有民事的问题 变成刑事的清罪 所以有很多的雇主 他们从国外来 他们请了很多员工 他们拿一个临时绿卡 想拿正式绿卡 拿公民 问题是最后都被拒绝了 为什么因为被告 因为有恶意的意图 去逃避 所以 可是这些雇主 他们可能不知道 有这样子的状况 他的意图并不是 对 我们又讲到 可是你要想到说 我们现在的话 虽然没有这个意图 可是因为加州有改变了 他说责任是在雇主身上 证明他没有恶意的意图 如果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就是有恶意的意图 那在联邦的移民法 它是讲说 如果你有人生道德的问题 不管是什么人生道德的问题 你不能当一个美国公民 很多的华人 我觉得在2016年 他会收到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就是 不好意思 你的绿卡被取消掉 相关我们很多的这个区域中心 很多的人 他们来美国 真正的有没有这个法律说 你不能在美国生小孩子 当然没有 他有恶意的意图吗 也没有 人家跟他讲 没关系 你就去申请一个白卡就好了 回到中国 马上领事馆就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取消你的这个Visa B1 B2 你不能再来美国了 他说 我的小孩子在美国 我的小孩子在美国生 不好意思 因为你有恶意的意图 你有人生道德的问题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再来美国了 这个其实影响的范围 比大家想象的多很多 那么其实在当时 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些移民 一定是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因为不了解 这个新的法规 所以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这边 再次提醒大家 尤其是如果说 您是自己有开公司 有做这些 有很多员工的话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新法的更新 否则的话 就像郑律师说的 你可能觉得现在OK 可能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会收到什么通知的 那这个时候 你得就要亲自打电话 找郑律师 那就真的很上脑筋了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 一些新的法规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谈谈 大家一些 更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